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清靜龍庄日式會館 是很典型的日式建築 在開往清靜農場的路上 相當醒目 佔地一千五百多坪 腹地廣大 戶外擁有千坪的駱宇松 及櫻花樹 還有日本楓樹 是清靜唯一的景觀生態森林 風景相當優美 視野遼闊 可以眺望荷歡山及齊萊山 還有廬山溫泉區 我們有窯烤披薩區 那也有下午茶區 外面的話也有景觀平台 晚上的部分的話 活動的話也可以有 也有酒吧 大家可以去那邊喝酒啊唱歌 園區許多地方都是用檜木做建材 全線最貼近大自然的風貌 來到這兒您會聞到很天然的檜木香 讓人有舒服放鬆的感覺 園區內及戶外還可以相通 充滿濃濃日本味與禪意 逛完園區肚子也餓了 跟著生活萬事通 一起去尋找美食吧 為了滿足陶客的味蕾 主廚每天精選新鮮食材 不僅有特色餐湯阿雞 鑽魚生魚片 還有用中藥燉煮的竹生四寶湯 以及當地的食酥 像是青草水蓮菜 園區內更提供搖烤披薩及下午茶 讓遊客享用 哇塞 這邊居然有搖烤披薩耶 太特別了吧 趕快歡迎到我們的陳經理 幫我們做介紹一下 哈囉 陳經理你好 你好 陳經理 這邊我發現到這個好特別喔 可不可以來幫我們做一下 這個搖烤披薩的介紹 用炭火下去烤 會有一種淡淡的炭香味 淡淡的炭香味 對 那是跟一般機器烤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來到這 您可以沿著戶外的許願池 及祈願步道 再往天空步道走路 這裡可以邊享用搖烤披薩 邊欣賞美景 也提供多種房情 這間房間的話 是英知宿豪華四人房 它是房間比較大間 是的 那也可以帶寵物來 那我們浴室的話 因為它的浴缸 可以在這邊泡澡 然後因為它剛好是面對玻璃 晚上的部分是可以看到夜景 那看到我們的房間外面 好像還有陽台耶 那陽台的部分 是不是陳經理也幫我們做一下介紹 那我們陽台的部分的話 其實還算蠻廣的 對 那晚上可以在這邊泡澡 看書啊或者說咖啡 那白天的部分的話 可以在這邊等待日出 滿足不同需求的遊客 房型多以日式簡約風格為主 結合現代建築感 房間裡滿滿的檜木箱 讓人彷彿有睡在森林的悠閒感 乾濕分離的衛浴間 還可以邊泡澡 邊欣賞外面壯闊的山景 我現在住的地方是塔塔米耶 趕快邀請到我們的陳經理 來幫我們做一下這個房間的特色解說 這間房間的話是櫻枝樹八人房 是的 那房間所有的床 都是用塔塔米去鋪的 那房間的特色是 因為這間是比較日式風格 所有的看得到的那個木頭 都是用檜木去做製造的 衛浴設備是有浴缸 那也有乾濕分離 那外面的話也有很大的陽台 可以在外面泡茶咖啡 看書都可以 古代日式風情的美麗景致 搭配上清淨舒適的高山氣候 陽光白雲跟清新的空氣 讓前來遊玩的貴賓們 都能夠有一個悠閒愜意的美好假期 這裡是清淨唯一的日式會館 處處充滿濃濃的日本風情 讓您不用出國 在台灣就可以享受在日本獨家的感覺喔 美味的高山氣候